嗯 绿宝石的房子 果然住得很舒服呢 真搞不懂 为什么我以前会喜欢黄金呢 嗯 笔记本 而且看上去好觉悟 嘿嘿 说不定我发现了一件文物呢 拿回去再说吧 哦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玩意儿居然是一张图纸 谁制造出最强力的表标 哦哟 这不正是我需要的东西吗 材料我家里都有 开始组装吧 出来吧 我的保镖 哈哈 我看以后谁还不服我 保镖 让我成为最受村民景仰的国王 哈哈 还真当自己是主人 把你和村民关起来倒是可以 给我去死吧 完了 他根本不听我的话 快来人救救我 我怎么感觉今天村里这么冷情呢 不是吧 刚解决了一个女巫又来一个凋零 记住了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国王 压的 这么嚣张呢 给我去死吧 哪来的傻子 想这种村民 我都不屑于统治 一跺脚我就没了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等会儿 我进了国王家 好像有一把厉害的弓箭 拿过来用一下吧 嘿 姚灵 你看我手上的是什么 我去 七彩钻石弓 我好怕 怕 怕的话 还不赶紧把老乡们给放了 哈哈 我怕的发抖了 哈哈哈哈 给我砍泡了 连钻石弓都拿他没有办法 看来这一次村子彻底没救了 等等 那个小子在睡觉 或许我可以从他身上拨点东西 说干就干 小声点 别吵到他了 哎呦 好多绿宝石套装啊 怪不得他这么强嘛 嘿嘿 明天有好戏看了 嘿嘿嘿 早上好啊 睡得可真舒服啊 哟哩 怎么样 你们想通了吗 小雕灵 看这里 我去 你怎么会有这些装备 这个你不用管 一直需要知道 今天是你的死期 给我看腹吧 哇 一扶头就搞定了 我可真厉害啊 好了 国王大人 赶紧出来吧 已经安全了 怒布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终于在游戴 我终于在游戴